接下来大家啊,我们就开始进入到呢,下一部分来了,那之前那部分呢,我们主要讲的是一些面向对象的思想和加入这些基础编程,同时在多线程的基础当中呢,又进行了面向对象思想的一个基本深化,就是说继承死人类或者实现Ramble接口,对吧,面向对象的三个特征都得以体现了,对吧,接口的出现呢,也将线程的执行路径和线程的任务呢,就能分离,降低的气候和性。 那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再接下来要学习的大家,就是我们日后在用加瓦语言进行开发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工具,或者叫做一些对象。 加瓦本身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对象来方便于我们的开发,听明白了吧?那么这些对象呢,都是遵从着面向对象思想而出现的。 后期我们在讲就不再讲思想,而讲什么?而是在不断的学习这些对象的一个基本使用。 这都懂了吧?所以我们的学习重点已经开始怎么样了?从以前的面向对象思想转移到什么?面向对象中那个对象的,使用上来了。 明白了吧?那意味着什么?因为的,我讲了一个对象,它怎么用,你知道,甚至于什么时候用到它,你知道,就有了。 明白了吧?这一波就简单多了,这个波就简单多了。 是吧?这一波就简单多了,那里面拍了个孤狼了,是吧?那也不是问题。 知道吧?咱你们手册,有质点,咱就不怕。但是记住了,常用对象方法,妖狗必须会。 明白了吧?就背,也背了。 这话说,背啥呀?我查手上不行吗? 开发时间长的人,我跟你讲,这些方法是根本就不需要查手册。 听懂了吧? 顺手就写得出来,连想都不需要。 你要说你查一个常用内的方法,还得去看这一篇文档。 你要说你有经验,鬼都要恶死了,听懂我为什么? 不好了,不过再废话了啊。 接下来大家,我们就学习一下我们日后开发必须常用的一个对象。 那,什么对象呢?先不说,你知道,我们日后开发能涉及到最常见数据是什么呢? 说白了,是本来写的文字啊? 对,咱写的文字,一写就一大堆,这一种。 一大堆的文字,在加瓦中的表现就是字符串。 听懂了吧? 所以这个描述字符串的对象,才是我们日后开发最为常用的对象之一。 啊,这个字符串,大家为了方便与其操作,加瓦就按照面向对象的素材怎么样? 将其进行了描述,并进行了对象的封装,提供了对字符串操作的方法,或者叫功能。 听懂了吧?我们以后现在字符串,只要指挥字符串,做事实就可以了。 这就我们说,你把这事封装成对象以后,我给你讲,你能指挥怎么样啊? 别的什么用指挥,都可以,OK。 那么描述字符串的这个类,加了类,就是啊,死菌。 这个名字吧,死菌。 那么大家注意了,这个字符什么样啊?是一个类啊。 对,它就是一个类。 我们要想对这个类,是吧,进行对应的建立,大家有这么几种方式。 那么简单说一说,罗老师,咱们创建一个字符串,怎么来做呢? 对吧? 大家玩过,这是不是之前玩过呀? 是吧,虽然玩得不动,对吧?大家玩过。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用双引号来表示这个字符串。 大家都知道什么样啊? 字符串这种格式,是不是用双引号来标识啊? 对,我跟你讲,字符串的对象吧,和其他对象的稍微有点特殊,就在这儿,知道了吧? 这个哥们儿吧,只是用双引号来标识,才变成字符串了,那变成字符串了,那变成字符串呢,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对象。 没啥呀,因为此正是个类,LTR这个变量,就是一个类类型的变量。 类类型的变量是一个指向于实体啊,对,它就是一个对象。 这就没了,这就比较特殊一点,它是一个对象,OK了。 但是呢,要说一说字符串的一些什么? 特殊的地方。 我们就在Eclips里边看到啊,先第一个就演示一个字符串的,那么我们请名的VN.IT.Card.Card.Card.Demo,看看了吧? 嗯,那个,这有死的代码,我死的太死了,这里边我做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是说,我们在建立包的时候吧,如果包建立多了以后呢,它们也有什么用,顺序明白了吧? 它按照自己的这个字母顺序呢,在进行排序,那这样的话呢,有可能怎么样啊,我们后期的包就排到上面去了呀,这个那种吧,为了能让大家知道,老师这个建包的顺序和那个过程,回到家的方便复习,我给带个序号。 这懂吗?带个序号,这这么回事吗? 带什么序号呢?是吧?这个,我们刚才这么带序号,以前我写的是ABCD,是吧? 我发现个问题,就包建立多了以后吧,在ABCDFG,懂了是吧?老师怕数过去,懂了吧? P1.次去点代码,这能看懂吗? P1就是PiPage 1,懂吗?就是第一个,是吧?你不能人写数字吗? 听懂吗?哎,直接写个P1,就看着明白点啊,这没有意思吧?注意啊,你们回家建包,别写这个,听懂了吧? 啊,你写这个干嘛?莫名其妙的,我这是讲课的时候,让我的包有顺序,让大家知道,老师第一个建这个包,第二个包,听清楚是吧? 哎,是这么回事啊 然后呢,这里边来谁啊,此军来个叫做,戴萌啊,你跟着,戴个短数来对吧?我们完成一下,搞定了大家,就这么简单,来了啊,简单这儿呢,这里边我们写点文字啊,就什么意思啊? 看着啊,这个比较爽一些,写一简一玩意,一回车,是做生成啊,是吧?叫做,此军的那些特点,是吧? 此军的特点,那有什么特点呢?大家,注意,我们之前学数据的时候,大家 在常量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整数,小数,需要有字符还有字符串 对,我跟你讲,字符串的对象吧,非常有意思就是,它一旦被出实话,怎么样啊?就不会被改变了,那 字符串对象,一旦被出实话,就不会怎么样,不会被改变,那 这是固定的,为什么,常量值呢?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说,字符串的一个最有趣的地方,啊 那么有的哥们在这个话吧,理解的不是很深刻,什么要不是很深刻呢? 就是说,老师,我和你讲的不太一样,啊,你说此军S就等于ABC,是吧? 那么你说ABC不能变呢?我说是啊,啊,那我打印一下呗,啊,行,那这个奥的学现大家,那 S,这都看怎么办啊?我打,说就这么写一下,S等于加上S,是吧? 然后呢,我们运行一下啊,右键拿一个叫做RUNN,是吧? 是没问题啊,有个人说,老师,你看,S就等于什么样啊,啊,NBA,有没有? 这里边呢,我们弄完以后呢,你说,你看,你看,运行,你看,你看,老师 还说不能变呢,这变了吗,这样?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啊,这是两个字不算对象,对吧? 而这S吧,他刚才指向的ABC嘛,现在是不是指向的NBA呀? 啊,对,ABC变了吗? 对,就这意思,我说的是,自伏串对象,一旦出事吧,不能够员,能够员了吗? 你把这S,他进去是引用型的变量,懂吗? 他可以指向这个,可以指向那个,那是他的事,但是ABC不变,欧了吧大家? 那,这是问题,哦,这个欧了吧,欧了吧,欧了吧,请跟他说一个第二个事儿哈,第二个事儿就是,大家再看一下啊,来一个,死郡S依旧等于ABC,大家 啊,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啊,这S和S1啊,他们是不是都是ABC啊,那么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操作啊,这个就不要打印了,是吧,几个来什么样啊,Ctrl,加斜线,就注释,那,就说一遍啊,S等等于S1,大家问,真假啊! 那个哥们说,老师,这不俩对价吗?那么你的对价呢吗?你们的比较地质值吗?诶,那个等等于是不比较地质值的呀?是的,大家哈,一个运行,大家,我这一纠结啊,它怎么是真的? 注意大家,这里边给你讲个小插曲,注意听啊,甭有什么疑问,先听完来说,好罢了,说老师,你看这两个地质怎么一样? 是吧,简单说一点就是,在字符串建立时啊,在内存当中,有一个叫做字符串缓冲区,啊,你可以把它以为字符串什么样啊,长量持,注意是吧,哎,那么说这怎么俏建呢,我先说第一句话好了啊, 我这里边吧,咖,来这个主船吧,它就会先到的字符串长量池,本来里边啥没有,听说是吧,字符串长量池啥也没有,我到人一找,有ABC吗? 说没有,好,我们就建了ABC,没有吧,建了ABC,建了以后,再把ABC地址怎么样? 是不是给这个叫S啊,S是这样的,那次符串长量池,OK,到这就罢了,是吧,那个,S1里边怎么会是ABC啊,是吧,他也是,到长量池找说,有ABC吗,哎,是不是有啊,我上面建立一次了嘛,对吧,那定了怎么样? 他就把这个一定有的ABC怎么样?地址值输给了S1,这边了吧,那意味着什么?S和什么?S1怎么样? 对,指标的其实是同一个,ABC,清楚没有吧,这个字符串的存在于长量池等,是这样的,那,这都不懂吧,OK,那,那么这个呢,这个小说题先告一段落,这个都明白了吧? 这是第一个环节小问题啊,第一个环节小问题啊,叫做,字符串ABC,那干嘛呢? 叫做ABC,啊,存储在哪儿啊? 对,叫做,存储在,啊,长量池中,啊,人家说顺便自符上长量池,是吧? 这个也要自符上反中区,嘛,这个,我这为什么不愿意说自符上反中区呢,是吧?就是一会儿把,怕,和咱们一会儿讲,那是吧,不怕吧,这个大家有点误解,多一看啊, 其实底下是一会儿的事,啊,但是怕你们不解呢,就知道产量池的,啊,池的,啊,成东西罢了 如果没有,就创建,对不对吧,如果有,就不创建,怎么样?拿换用,哦吗?就是这意思,要不然你知道吗? 不问有没有,你都创建,这池子是不浪费,对不对?那不要人浪费吗?大家,这个地方搞一段落啊 右键,看着啊,我这就是,我这故意给你们使用这些功能,给你们带,熟练一下啊 首先什么样啊,呃,死郡呆毛一,就是啊,这里边呢,我们带上注释吧,对吧?OK,大家,你看,是不是在文导注释啊? 啊,带上的是吧?然后呢,你可以有点写东西的吗?这是有干嘛的,是啊? 啊,知道,颜式,啊,这个叫什么样啊? 自不乱定义的第一种,啊,方式,并明确什么?并明确长量,啊,就实,啊,不对,就无事长量实,明白了?那这特点,啊 始终没有,啊,就建立,那,始终有,怎么样啊? 直接有,就完事了,这欧位啊,其实呢,老师也是第二,好吧,来一个二,好吧,这有没有啊?没有啊,Ctrl1,有没有? 哦,嗯,创建,得,分版,是吧? 哦,这害,我那这样上去了,啊,在这上了,是把名字给了,这个啊,嗯,啊,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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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上去了,你看,D,也点第二了,对吧,这,是不是,创建啊,创建啊,创建,要有Fabel,来个Public,是吧,当然,你不认为公主可以,可以啊, 然后,那这里面呢,我们再来一个啊,注意吧,看,此阵S就等于ABC,那, 就是我们刚才那个范例嘛 然后有个人说老师 咱创建对象你不得用妞创建吗 哎呀这个说得非常好 是吧 是得用妞创建的懂吗 那如果老师你用妞创建的话 你是不是查什么东西 一个类 如果你想要用妞去创建对象你想查什么 你需要查什么 对非常好 这个数据花呀 这是必须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进入API了 明白吧 你得看看人死是累 给没给你修这样东西啊 没提高你创什么东西呢 来打开我们的API文档 那找到注意这个东西 就是他本身就是什么样了 就是家伙人的核心类 懂吗 所以他一定在哪啊 家伙烂包当中 再说一遍 家伙的两个位置包 就是家伙的语言包 这是家伙的核心包 这里面定的都是家伙的核心类 听懂吧 这个包我给你讲 你所用的它里面的东西 你发现了吗 你是不是从来没找这包 对 看1.2版本以后 GDK 1.2版本以后 这个包会自动导入 明白吧 注意其他包不行 就一个 就入包里面那时候 不需要你导 他全都进来了 OK 再看是不是有啊 他代表就是字符串 怎么样 他所有字符串 什么字面值啊 什么都作为词的什么 实力实现 好吧 词符串呢是常量 他们的值呢在创建之后怎么样 不能被改变 知道吧 但是怎么样呢 你想该怎么样啊 字符串缓冲区 是什么 可变的 字符串 那 那么接下来是吧 那个因为字符串的 是不可变化的 所以怎么办 是不是共享 刚才我们是什么共享 就是嘛 创建完以后 加完创建过 就不创建了 大家是吧 那么这里边我国内废话 再举了很多事例啊 咱们也没有标的搞 搞来搞去 然后在字符串类的 包括的方法呀 可以用于检查什么 序列的单个字符啊 比较字符串啊 搜索字符串啊 提取子串啊 创建字符串副本的 等等一系列什么 操作 一会我们就学习这些操作了 来大家看 哎呀给力了 构造方法 摘药 这里边有穿一个空的吧 对 有穿一个空的 还有冰邦冰邦的 这个我们一会讲啊 下面一个 大家看 他是不是接着个字符串 对 哎 所以大家我们就可以在字符串 用new的形式实现对象的创建 S1就等于我就new一个字符串来个ABC 注意查一下 大家上眼了啊 啊 S等于我加上S 我卡一个复制对吧 out Ctrl加 方向电线 记不了 就是向下复制 你可以向上复制 啊 S1 S1 行了大家 来我们录一下啊 运行 哎 这个咋一样 是这样 看上去很像 是吧 来我们 注视一下 再下来 排个刚才的验证 啊 注意啊 你看这个结果是很像的啊 S1等等 是不是弄不下呀 啊 一个右键 我们运行 哎 这个纠结了 什么情况啊 这个啊 为什么他没事呢 大家 陆奎 这个我给你们点几点 这句话呀 是在 注意啊 就这句话 你只行懂吗 是在字符串 常量池当中 创建了一个 ABC字符串 懂吗 并把地址 附给了 S 比右键 变量 这句话 大家 是在什么样啊 是在这个 堆内存当中 又 用法 创建了一个 死证对象 听听懂啊 那 紧跟着 这个对象 在构造的时候 是不是 接收了一个 字符串 这么一个对象 注意 注意 这个动作 他并没有在字符串 常量池当中 做任何事情 听明白了吧 哎 这有点区别的啊 这样的方式 有点区别的啊 那么大家会发现 什么样啊 这个呀 实时在 如果说单独来说啊 这句话 如果就是一句话 他在内存当中 是不是产生一个对象 对象 哎 而这句话怎么样 应该产生两个对象 一个是我拗了一次吧 对吧 而且你是不是把这个对象 作为三种传进来的啊 那六十倍的先存在啊 所以大家 这个实际上是 都穿了两个对象 这个是有点区别的 所以呢 你在比较地址的时候 发现 这个历史和这个领数不一样啊 是的 他们是不一样的 这个区别就在这儿 这个是灭射体 那问 现代化有什么区别 你可以 简单打也行 叫做 上面创建一个对象 下面创建两对象 你也可以在那里上什么样啊 上面是在 这些堆里面算两对象 对吧 然后可以了 这样 长辆池 它里边装的都是自作对象嘛 对吧 这个对象在 由谁维护啊 是不是由这死均里来维护啊 对吧 其实这个本身 在堆里面 也会产生一个池子 装门来干嘛呀 纯土这些 自浮串对象 听过这个吧 哎 那么这个对象 有什么好点呢 注意 这些长辆池中的对象 它们本身是可以被共享的 你看到这儿 是可以被共享的 而你这么一拗大家 这个哥们儿啊 这ABC就属于这个对象 总在一个 参数分离 听过吧 这是有区别的 那这是作为一个深入了解了啊 到这儿呢 就把这个说完了 那么就来说老师 他们俩答的这个 不都一样吗 是的 你想比较对象 是否相同 有没有 你可以做另外一个动作 这个是不是仅仅用来比较地质 对的 我们还得做另外一个就是 输出 S1点什么 Ecos S1 S点Ecos S1 看到吧 大家记得方法吗 这个方法当年我们讲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用来比较对象 是否相同 是的 那是没有想到的事 让我点纠结 哎 大家 咱得分析一下哈 说 我记得当年哥们在看这个以炮的那圆码的时候 他比较的是不是那个地址 是吧 那真的是 我跟你讲 那为什么到这儿他俩就不一样了呢 道理很简单 我们一看到这儿都猜到 死菌类是不是 敖巴戒的子类 对 他其实在将 敖巴戒中以炮的方法进行促写 他建立了 字符串 依据自身特点 来比较 字符串对象 是否相同的依据 你懂吧 那十足半仙书老师 他要当一一啥来判断的啊 特简单 字符串对象 想判断是否是一样的 对吧 他比较的是内容 而不比较地址 听明白吧 大家看 这里边内容和这里边内容是一样的 是不是 ABC 是的 他比较的是内容 故意大家 那 死菌类中的 Ecos 啊 复写了 奥巴戒中的什么 Ecos 那 Ecos 建立了什么 建立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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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 这是 死菌类什么样啊 自己的什么 判断 字符串 对象 是否 相同的 哎呀 我这话写太陌生了 是意思吗 大家 然后你们啊 其实 呀 其实就是比较什么 对 字符串 内容 叫什么 其实就是比较 字符串 内容 就这么简单啊 然后呢 这个里边大家发现没有 老师这一屏 是不是来回点图动呗呀 那有点不爽了哈 老师把这个界面啊 稍微改动一下 我不喜欢这种什么 视窗布局 有没有 我把这个视窗吧 挪挪挪挪挪挪 哎 我放这边来 看不完啦 我一会全是代码 这客户看得稍微方便一点啊 哎 说老师不行 还是小 我要全名 别别别别管 这个当前的窗口吧 双击 睡吧 哎 双击 回来吧 当然说老师 我这双击都耸了 坏接见 Ctrl M Ctrl M 追回来啦 能将当前窗口 最大化过房间 你选择你喜欢吗 是吧 我讲啊 到这呢 就把这小玩意儿啊 戳完了 这个我还给大家写一写 是吧 叫什么来着 叫做 创建一个什么 自服战对象 在 长亮时钟 那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创建一个对象 在什么 创 不是 创建 这个两个对象 一个六 知道吗 一个自服战对象 在哪啊 在堆内存当中 那堆内存中 为什么啊 被这个 拗对象所维护了呢 那在这里边 创建完了 在堆 对于内存中 OK 那 这个呢 就说完了 这是我们说的 第二个小演示 OK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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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